再来看到房价居高不下 现在就连隔魁将一化 难道说他也要来加入打房联盟吗 不但呢是提出了两大方针 第一就是要大量新增平价的住宅 同时还要把这个囤房组的房屋税 要从1.2%调到3.6% 那么同时他也说了 他的任期之内呢 房价他说要下跌三分之一 不过房产庄家就认为 如果房价真的跌得太快 恐怕会酿成金融风暴 距离市区至少要半小时以上的车程 这里是淡海新市镇 现在行政院长张一化 将在这里大量推出合一住宅 来压低房价 马路两旁都是新住宅建案 有的甚至还在盖 现在政府就是指明淡水林口两地 要大量推平价宅 我的两个小孩现在也大了 但是他们是买不起房子的 目标台北市房价所得比 要从15倍降到10倍 也就是说在所得不便下 要让房价下跌三分之一 在院长除了推合一住宅 还点名要对囤房族科重税 有那个诱因或动机 不得不把他的房子释放出来 房子释放出来 攻击量多了 价格才会下来 短期而大量增加的这些房子 你可以特别针对它来加重 但如果说是一个长期持有 它不一定叫做囤房 就怕囤房定义不周全 因在细分短期或长期持有 来差别课税 另外立委提议的房屋税调涨 有可能从1.2%调高到3.6% 或是针对持有屋数 增加房屋税一到两倍 一年就是加个几千块钱的房屋税 所以就实质的影响来讲 其实为乎其为 一亿间千万房为例 房屋平定限值约30万 现行税率要缴3600 提高两倍后增加不到1万元的税 对投资客根本没痛痒 恐怕还是打到平民百姓 就怕政府一窝蜂往前冲 要让房价暴跌 反而酿成本土金融风暴 房价跌33% 那假设你用八成的房贷来看的话 那其实最后会变成是 你会变成亏钱 那银行来讲的话 担保品会变得不足 所以那个连锁的效应其实非常大 会跪的还是会继续跪上去 就转价到租客或者是一般 这一定会的啊 而且房价又变向上涨上去啊 将一话喊话 要在任期内冲出成绩 民众不敢抱起带 就怕是嘴上功夫 永远只能口水打房 东森财经书的梁力 陈文杰台北报道 放松森财经书的梁力 感谢观看